你们看艺人朱慧珍遭逢丧女之痛 经过一星期的沉淀 她召开记者会坦诚 女儿是饱受同性恋的感情之苦 想不开才会轻生 想让女儿朱慧珍是再度的痛苦失声 我们把情况交给记者林文婷 这个主播艺人朱慧珍的女儿呢 在母亲节跳楼轻生 而经过一过多礼拜的沉淀呢 今天朱慧珍呢特别开了一场记者会 向大家说明呢 其实当时女儿的确是因为感情问题而想不开 而现场呢还激动了摇起彩虹旗要替女儿出柜 我们到时代广场 我们去摇起那汗 你出柜了 朱安杰你出柜了 你出柜了 你出柜了 朱安杰你出柜了 我感恩你秦先生 我感恩你 你给我女儿生命 秦先生谢谢你 谢谢你 我跟你那短暂的一年多的缘起缘灭 真的在二十六年前已经画下秀之福了 真的很谢谢你 谢谢你 如果在谢谢你的指证 如果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足 我会跟我的金刚上市学习 我会在我宗教这条路上 我会更静静 谢谢你的助手 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呢 朱慧珍只要提到自己的女儿呢 就会相当的激动 不过提到和行风二十六年前那一段感情呢 则是相当的平静 还预计呢 朱安杰将在六月三号举行公祭 至于申服行风会不会出面呢 朱慧珍则是不反对 以上是母影掌握的最新情形 主播 好 谢谢文婷 我们看到呢 朱慧珍今天是召开记者会公开的 悼念她的女儿 同时也说她已经放下跟行风的感情了